淳贵妃一定是累了吧 妹妹给您揉揉 这些事情自有宫女们做 令贵人不必如此 举手之劳罢了 姐姐不必担心 令贵人原是我的宫女 是做会了这些事情的 对了 姐姐 怎得不见三个呀 永章说几位年幼的皇子 过于劳累都起了口疮 便亲自到太医院 拿些金银花来给大家熬水喝 想来也是该回来了 果然还是三二个 深明笑地之一 瞧这一个个的 都巴结得不遮不掩的了 妹妹喜欢便多喝几碗 姐姐今日真是辛苦了 哪儿啊 大家都辛苦了 去把勇气带过来 是 主儿 该到吃做她药的时候了 你还在吃做胎药啊 这过去啊 做胎药是按照事情次数上的 如今 大概是求子兴且 喝得更轻了 是要三分毒 能不喝就不喝吧 从前惠贤皇贵妃也是求子兴且 喝了不少做胎药 也没什么用处的 我也知道这药是未必有效 但皇上待我好 我是都知道的 妹妹先走一步 姐姐 姐姐 方才 我听到勇气有两声咳嗽 我带她去太医院看看 那就快去快回 路上别着了疯了 嗯 贤额娘 儿子告退 走吧 今儿多亏有姐姐主持大局 一切才能这么妥妥当当的 哪儿啊 各位妹妹 照应得好 好 勇气挨着额娘近一点 别临这儿了 嗯 来 勇气来这儿 额娘有话告诉你 勇气啊 后天是你皇额娘子宫凤仪 到景山关德殿的日子 当天是大日子 你可万万记得 千万不能哭 知道吗 但是 贤额娘说 每个人都要哭得很伤心 不然 皇阿玛会生气的 那是平时 当天不一样 当天所有的阿哥跟公主 都会哭得很伤心 你如果可以镇定自若 你皇阿玛 会对你另眼相看 因为你是众多痛哭流涕者当中 我已保持清醒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 你皇阿玛失去的 不只是一位皇后 还有 妻阿哥这位嫡子 所以他现在需要的 不是众多的孝子 而是能够 不被悲喜所影响 能够有机会 成为太子的阿哥 儿子明白 余娘娘安 三哥好 五弟好 三阿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永章见几位弟弟 因为劳累都起了口疮 特去太医院 取些金银花来 给弟弟们煮水喝 三阿哥有心呢 余娘娘过奖了 那永章先行一步 去吧 去吧 来 永齐 我们走 我本宫这才知道 这执掌六宫 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事无巨细 事事都要操心 又不能得罪谁 若是日后 儿子给额娘请安 永章回来了 快起来吧 额娘 儿子有话对您说 说吧 可欣 退下 是 说吧 什么事 给御主和五阿哥请安 御主 怎么带着五阿哥来了 方才我听 永齐有两声咳嗽 本来想带着他去太医院 永齐惦记着皇上 说 要来跟皇上请个安 才肯去 五阿哥真是孝心哪 可是皇上这几日 都不大见人 恐怕 孝贤皇后先逝 和宫的人都满心悲伤 皇上也应该当心龙体啊 永齐 你花阿玛正在忙 咱们不便打扰 这样吧 你去殿前 给花阿玛磕个头 把咱们带来的参汤留下便是 是 去吧 儿臣永齐给皇阿玛磕头 皇阿娘先事 儿臣和皇阿玛一样伤心 但请皇阿玛顾念龙体 不要让皇阿娘在酒泉之下 担心不安 请皇阿玛喝点儿臣炖的参汤 养养神 儿臣告退 皇阿玛 有其 又其 过来 皇阿玛 与妃 您也一块进来 是 原以为 于飞是个安分守己的 原来却也动了这个心思 那 额娘的意思是 吴阿哥即便是不哭 额娘也有本事 让她哭就是了 倒是你啊 要好好学着于飞的教导 冷静持重才是 儿子多谢额娘教诲 额娘不心疼你 心疼谁啊 永皇不过是额娘的养子 除了他以外 在阿哥当中 你是最年长的 若你能得到 皇阿玛的喜爱 当了太子才好呢 更何况 我们还有孝行皇后 临终前的一份取见呢 皇额娘崩潜 倒还顾念着你 那是他欠咱们的 当年若不是他早早就把你送去了协方殿 我们怎么会母子分离呢 若不是他 让那些嬷嬷们蓄意把你宠坏 你皇阿玛怎么可能不宠坏你 他 کی intra 这子 也是该还给咱们了 是 和娘的心愿 就是儿子的心愿 皇上这幅字 是写给孝贤皇后的 是给孝贤皇后的书碑附 箕添執子 皇阿玛对皇阿娘真好 你皇阿娘在的时候 皇阿玛没有对她更好 心里很是难过 儿臣知道皇阿玛难过 所以就炖了参汤给皇阿玛 你说这参汤是炖给皇阿玛的 告诉皇阿玛 里面有些什么 这个参汤叫四参汤 里面有紫丹参 南沙参 北沙参和玄参 入口甜苦醇厚 有意气补中之效 入口甜苦醇厚 你替皇阿玛喝过 是啊 二十四孝中说 汤要非口清肠 服尽父母 所以儿臣也尝了尝 怕太苦 皇阿玛不愿意喝 好孩子 皇上 您尝尝 皇阿玛 二十四孝儿臣已经全明白了 可是今天大哥好像说了一个什么典故 儿臣还不大懂 你大哥说的什么典故 永齐 你皇阿玛可是学惯古今 不似额娘 一问三不知的 今日儿臣在长春宫给皇阿娘敬哀礼 经过片殿时 听到大哥很伤心地说什么 明神宗宠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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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在给黄阿娘精埃里 他们夫妇在窃窃私语是吗 不是窃窃私语 大哥说黄阿娘崩世 兄弟中唯我居长 自然要多担当一些 我觉得大哥说得没错呀 黄阿满 是不是儿臣说错了什么 皇上 永齐年又无知 若真说错了什么 臣妾替永齐向您请罪 玉妃 你起来吧 朕知道你不懂这些 即便是如意 也很少看前明的史书 永齐还小 这些话只能是听来的 永齐 过来 你们都快说了 你也想个人 有个人 是要死的 有个人 一样 他是不能的 你也想到 你还想到 你也想到 你还想到 你去哪个人 你去哪个人 纯贵妃要立为季后的事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臣妾在宫中听人人都说 孝贤皇后临终之前 向皇上立剑 要让纯贵妃成为季后呢 原来如此 冯贤 你和玉妃退下吧 臣妾告退 儿臣告退 王小姐 承诺 小姐 小姐 还要是 大小姐 大小姐 不过 点儿子 那你就什么也别提 是啊 来 走 走吧 玉虎啊 永皇和李桑的诸位大臣亲贵 相处得如何 大哥谦和有礼 对上代下都克其有加 获得内外赞誉 那永章呢 三阿哥虽然年幼几岁 对臣下也是直里有加 且看在纯贵妃面上 大家更尊重三阿哥 那他们两个 是兄友弟公的一块招待 还是各自为政呢 宫中大丧诸事繁多 兄弟们都是各顾各的 不过大阿哥身为长子 恨不得世事亲理亲为 三阿哥也不甘仁厚 他们两个 要是真心孝道孝贤皇后的话 那就是成孝有加 如果他们暗自各怀鬼胎 招揽人心 那就该死了 阿哥们不敢 但愿如此吧 儿子大了 心也大了 皇家父子 多少的惨事 由此而起 玉花 朕再问你一句 孝贤皇后的丧仪之上 淳贵妃更受敬 还是贤贵妃 贤贵妃无子 自然不能与淳贵妃相比 首先冷落也是人之常情 朕知道了 夜里你请贤贵妃来一趟 是